黄鸭带朋友一起重臨香港 令最近掀起了一波上鸭潮 但快乐的时光真的过得特别快 要跟鸭鸭说再见了 今天就是他们在香港的最后一天 其中一只还会漫游为港 和大家道别 虽然早上下着大雨 但也有不少市民专程来跟鸭鸭说再见 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最后一天 他是最后一天出来展出 如果他结束了 也是有点遗憾 所以就拿着时间过来 也是这样的大雨 有点意境 现在整身都湿了 我甚至觉得有点委屈 没想到鸭子 最后一刻还在下雨 有点不开心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但也会下雨 刚才没有雨 但突然下大雨 我想带我的女儿来看看 那是她们第一次吗 我们是第二次 十年次 两个 十年后三个 第一次 很不舍得 其实打算下个星期来 但突然间这么早走 所以就要过来看 是 我们昨天和今天 来了总共三次 这次终于看到了 前两次来到 一是黄鱼 一是红鱼 我们撤退了 有一只鸭鸭 现在就会起程 开始它的第一次维港巡游 而另一只就会坚守大本营 继续给大家打卡 我们待会见 下午一点多 鸭鸭就在中环出发 暢游为港 经过铜锣湾避风塘 和炮台山东岸公园 再来个华丽转身 游向对面岸的 星光大道和文化中心 整个旅程长达两个小时 这么快就游到尖沙寨文化中心 待会回去中环会合 另一只鸭鸭 它们就完成这次的旅程了 我们有机会再见 游了一圈的鸭鸭 攻城身退后会即场被放弃 另一只就会留到明天才离开 希望他们快点再次来香港 可以见到几次 我也想 想呀想呀 希望他们几个月后再来 不用再等十年 想见到他们是吗 是呀